今天我们讲航母升降机 升降机在航母上充当的是调度员的角色 是连同飞行甲板与机库货舱与舱段 在飞行甲板甲板间进行舰载机货物但要调度的关键设备 对它的评价甚至有人会说 无升降机就无先进航母 话虽然有些夸张 但升降机确确实实影响着航母的作战能力 若是我们将航母上的升降机进行分类 大致能分为飞机升降机和航空弹药升降机两大类 一个管舰载机一个管航空弹药 而若根据位置划分则又可以分为弦内与弦侧两类 在刚有航母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搭载小型舰载机的轻型航母 飞机升降机一般都布置在航母飞行甲板的中线附近 所以称为弦内升降机 其特点就是结构简单安全性高 而且提高了舰体的防浪性 只不过这样的设计也导致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接下来可能有点绕 大家注意听 弦内升降机就好比是在航母甲板上开了一个大洞 会对航母甲板和舰体的结构强度造成损害 需要利用额外的钢材对甲板进行结构强化 因此弦内升降机的尺寸一般都受限于舰体结构的强度 不是想要多大就能有多大的 而能够搭载的舰载机尺寸一般又小于升降机平台尺寸 所以这就极大限制了升降机搭载舰载机的类型 可舰载机又是航母主要的攻击手段 所以说升降机能够影响航母作战能力的说法是对的 除此之外 弦内升降机还会占用飞行甲板或机库甲板面积 极大影响了舰载机的起飞和回收作业效率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要是哪天作战时突然发生故障 而升降平台恰好又不在飞行甲板的平面 那就会在甲板中部形成凹坑 到时候舰载机还怎么正常进行起降 调运等甲板作业任务 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海上作战需求的提升 现在我们能看到或即将看到的航母 都在朝着大型化和高度专业化方向发展 能够搭载的舰载机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如何合理利用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面积 逐渐就成了各国航母设计的重要方向 于是就研发出了弦侧升降机 其位置是在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的弦侧 与弦内升降机相比 弦侧升降机不需要在中线处设计大开口 能够保证舰体结构的强度 它采用三面固定一面开放的方式 只要舰载机机体宽度和高度 小于机库闲侧的大门开口就能搭载 让航母对舰载机类型有了更多的选择 而关于升降机的数量安置位置 以及升降平台的要求 其实在设计时 就要根据舰载机的搭载类型数量 以及保障线路进行设计确定 目的便是要尽可能的提高航母 舰载机的出动和回收效率 就是在干仗的时候不能掉链子 既要能满足起飞攻击降落补给的需求 又要能适应不同舰载机上舰来串门 而且还不能影响到舰载机 见面作业时进出机库的路线 要保障在战时 能将舰载机快速放置在弹射起飞区 或待机区就位 结束后迅速回归甲板下的机库中 就像美国现役的大型航母 其飞行甲板上一般都设置有四部 弦侧升降机 分别位于左弦斜角 甲板尾端一步 右弦舰岛前两步后一步 这种源于小英级航母上的升降机布置方式 凭借着舰载机进出机库路线的优越性 成为了美国核动力航母时代的标准形式 而弦侧升降机的升降平台 影响着航母运转舰载机的能力 其最基本最简单的闲侧升降机形状 就是近似方正的巨型 如美国早期的弗里斯特尔级航母 或是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 他们使用的就是标准的巨型升降机 能够同时搭载两架固定翼舰载机 运转重量在40吨以上 但后来因为具体需求的差异 航母升降平台上的形状又有了新的变化 比如在美海军现役的航母中 美海军就在其闲侧升降机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块三角形区域 虽然这块区域面积不大 但却能像收纳折翅海鸥一样 容纳下固定翼舰载机折叠后的一侧主翼 直接增加了升降平台的有效搭载空间 改善了闲侧升降机 同时运转两架固定翼舰载机时 空间局促的情况 也使得舰载机在进出机库 或在闲侧升降机停放时 更为随意更加的自由 那要是有人问 我的舰载机就是长怎么办 其实美海军在设计时 针对这些机身较长的机型 是有特殊停放方法的 即沿着三角形的斜边方向停放 而且这种特殊的入库方式 比正向进入时 更便于在机库内进行转向 比如法国戴高乐号上 升降梯的梯形形状 就是在此基础上优化设计而来的 闲侧升降机主要由多个构建组合而成的 其作用在航母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这个作用的过程也叫米格25效应 即整体能力大于个体能力之和 这个内容火力军会放在以后的视频里讲 它结构的基本原理如同电梯升降一样 通过液压的方式来带动钢索 然后拉动升降平台上的拴固点来达到 升降平台的目的 而在此过程中 闲侧升降机的结构不仅要能承受 升降平台的自重额定载荷 还要承受外载的风载浪载 以及由于 航母在升降平台运动时所产生的动态载荷 因此在航母设计的过程中 在满足舰载机转运需求的前提下 升降平台要尽量做到轻量化 这样才能够降低自重 为搭载更多的舰载机提供条件 现如今 凡是大中型航母上 用于舰载机转运的升降机 基本上都是闲测式 转运的能力都在40到60吨 除了刚才提到的弗里斯特尔级 和库兹涅佐夫级外 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也在齐列 它的升降平台宽度为15.9米 机库端的长度为23.5米 弦外侧为25.9米 整体的面积在360平方米以上 空间上不仅可同时载运 两架固定翼舰载机 需要的话还能再停放下一架 海鹰直升机 其转运作业效率也很高 在飞行甲板和机库之间 运行一次只需25秒 加上装卸被停的各15秒时间 也就是说 闲测升降机在一分钟内 即可完成舰载机 在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间的转运 舰载机转运问题解决了 研究者们就将目标投向了 航空弹药升降机 随着舰载机作战能力的提升 弹药技术的进步 以及航母编队在用途上的多样化 航母上搭载的航空弹药 不仅要储量大 种类也必须多种多样 而航母的弹药库 一般都布置在水线以下的 主动力机舱前后两端的舱室内 我们以尼米兹级为例 拥有3000吨左右的弹药储备量 光是弹药储存区就在水线下舰手和舰中部区域位置 设置了22个 之后又在其基础上 分门别类的划分了35个大小不一的弹药库 而研究弹药升降机就是为了解决如何在航母上进行弹药储运作业问题 弹药升降机与闲侧升降机差不多 需要根据航空弹药的类型 数量以及弹药库的保障路线进行确定 同时还要保障安全性 不然对敌时自己就直接训报了 就像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 在转运路线上采用了直通式射击 如果航母遭遇袭击 那它下层的弹药舱就会变得十分危险 搞不好会布了莫斯科号的后尘 所以美国人可不会这么傻 出于安全考虑 每航母的弹药升降机直接采用了交错式设计 分为下层和上层两种升降机 如尼米兹级航母 就有六部下层弹药升降机和三部上层升降机 六部下层升降机 负责把弹药运送到机库主甲板下的装配区 在这个装配区里 弹药会以流水线的方式完成组装 然后再通过三部上层升降机将弹药转运到飞行甲板的临时弹药储存区 等待舰载机挂弹 而且下层升降机如果连通机库 在进行大量弹药弹药出库或不及时 还能够利用飞机升降机进行转运 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飞机升降机的使用功能 不过尼米兹级航母上层弹药升降机的开口 靠近舰艇中部 在进行飞行甲板作业时会产生干扰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舰载机出动回收效率 所以在后来 美海军在福特级航母上 吸取了尼米兹级的研制经验 在福特级航母上 一共配备了四部上层和七部下层弹药升降机 并将上层弹药升降机布置在了闲侧 极大减少了与舰载机在飞行甲板作业时的干扰 而且还靠近临时弹药储存区 能大幅提高转运效率 既合理又高效 在平台尺寸上 一般都是上层大于下层 因为这样更方便航空弹药车的进出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虽然弹药升降机的结构与闲侧升降机类似 但在动力源上却是有所区别 弹药升降机除了液压式外 还有机电钢锁式 机械罗干式等多种类型 而且相比于尼米兹级 在最新的福特级上 有着更具颠覆性的设计 就是将液压式变为电磁式 其关键部件为永磁同步直线电机 从弗里斯特尔级电定 现代航母甲板布局构型开始 我们一直在不断优化舰载机和航空弹药的转运 无论是飞机升降还是弹药升降机 它们存在的目的便是帮助航母 尽可能的提升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 进而可以更好地执行远洋任务 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好了 关于航母升降机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